大家好,我是Joy,欢迎回到Joy课堂 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,5加4 在上节课的视频当中,我们学习了5的组合 其中有1和4,1加4等于5 那我们如何在算盘上进行表示1加4等于5呢? 当我们拨入1的时候,上租只剩下了3颗 那我如何进行加4呢? 我们没有办法进行直接加,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需要借助到我们的这个上租,这个5 好,这时候啊,我们就需要用到了 加4等于加5减1,这个加法口诀 好,所以我们这时候没有办法加4 那我们加4是加5减1 好 所以呢,1加4是等于5 所以它呢,加4是什么呢? 是加5,减掉一个1 好,我们把它的这个小朋友给剪掉 好 我们学习完 满5加4的口诀之后呢,我们来做几道面戏题 好,第一题 小朋友们拿出你们的扇盘 伸出你们的双手,跟Joy一起做 好,第一个,我们要拨入43 加上1 再加上4 这个时候呢,我们加上4就需要一学用到 我们今天学的口诀 加4是加5减1 所以啊,加4是加5减1 它的答案呀,是48 好 好 好,我们来看第二题 60 60 60 9 减掉7 再加上4 这个时候呢,我们同样用到今天所用的口诀 加4是加5减1 所以它的答案是66 6 好 好,我们来看第三题 88 减掉67 再加上44 这个时候呢,加上44 我们的10位上只有两颗猪 各位上只有三颗猪 都不够下猪 所以啊,我们都需要借助到今天的口诀 加4是加5减1 好 所以我们加4是加5减1 所以我们的10位和各位上同时进行加5减1 它的答案是 65 65 好,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35 好 这个时候呢,我们也加44 是否跟这个44一样呢?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10位上只有一颗下猪 所以我们需要借用到今天的口诀 我们要把它那个小朋友减掉 我们要把它那个小朋友减掉 各位上呢 它有1234 还有10颗猪 所以这个时候啊,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口诀 直接加上去 好 这个呢,我们在10位上是加5减1 再够一下,我们直接加就好了 再减去一个56 加上24 好,又用到加5减1 答案是47 好 再看最后一题 73 加上10 再加上14 4 减掉57 它的答案是40 好 我们接下来啊 来做2道啊 看心算的题目 好 这时候把我们的摔盘拿开 好 用你的眼睛来看着它 首先我们这是一棵什么树呢 没错 58 58 58我们要减掉6 所以呢,我们要拿掉了这两颗猪 好 然后再加上4 这个时候直接加4 它等于呢,90 这个地方再加4呢 加5减1 所以啊,只剩下了一个6 所以答案是96 好 再看这一题 这一题呢 我们十位上 这是一个14 在个位上 我们要加个4 十位上呢 我们这是个0 不需要加任何的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十位不变 继续保持1 我们的个位呢 需要加个4 这个时候加4是加5减1 所以这个是5 下来以后呢 剥掉一个1 那剩下的是8 好 这个时候呢 加上40 40呢 我们只要在十位上加4 个位上啊 不需要加任何 所以我们个位上的8保持不变 十位上呢 再加个4 它就等于加5减1 等于58 好 我们再重新复习一遍 加4 能够加的 我们首先直接加 不能加的时候呢 我们呀 需要借助于我们的 上租5 加5减1 减掉了我们那个小朋友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明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 满5加3 欢迎小朋友们暗示回来 再见